杨颖学会新技能 终于配得上八千万片酬 不料网友神恢复初心 我在当下互联网时代中 作为公众人物的明星 已然成为人们潮好悬谈的话题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这点在明星的身上体现的更加出色 只要有绯闻传出 用不了多长时间 全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再加上广大网友的添油加醋 更是变了几分味道 未往年的日常增添乐趣 而杨颖作为当红花蛋 爆料更是层出不穷 说是全网吐槽都不为过 1989年出生的杨颖 以模特的身份出道 随后转向影视界 提起杨颖就不得不提 他那强大的老公黄晓明了 黄晓明为取杨颖钱 前后后至资五千万 并且请来了娱乐圈的霸壁江山 可谓是轰动一时 有了老公黄晓明的资源和人满 被杨颖接到了许多的女主角角色 在强大的资源背景下 杨颖爆红那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对于杨颖的演技 那是不敢公路的 网友都很佩服杨颖的勇气 在全网吐槽和导演指责 杀人有勇气出演一部又一部的影视作品 抠图 替身 数字代替台词等现象 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杨颖身上 可虽然如此 片酬仍能高达八千万 是许多老戏骨努力几年都无法比拟的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演技只会干奔演的阳影 那就比那些精湛演技的老戏骨数倍的片酬 仍有导演买单 可又有什么办法 毕竟现在的影视圈已经被留 让主导 听的是流量不是演技 也难怪冯小刚导演会说 有烂观众才有烂演员 有烂观众才有杨颖这种演员的存在 坏操与不操 小编真的担心 有一天看到了的影视作品 全部是杨颖这类人瞪眼瞪出来的 或者全部偷图后期做出来了 要真有这么一天 影视圈也就岌岌可危了 不过 现在的杨颖演戏 不只是会该瞪眼了 貌似绝到了一厢新技能 而杨颖也说自己配得上八千万片酬了 小编很好奇 然后看了下广大网友的评论 果真没毛病 原来杨颖不见会瞪眼 还会嘟嘴了 真的是让小编无力吐槽啊 瞪大眼 嘟小嘴就能拿八千万片酬 也是醉了 啥时候娱乐圈这么捞金了 对此 广大网友纷纷给出回复 不料网友先回复 戳心了 杨颖是从哪放出来的 黄小明快点收回去 杨颖距离影帝还差个歪头了 毕竟嘟嘴瞪眼歪头嘛等等 总之网友的回复 调调戳心 字字扎心啊 对于杨颖学会心技能 终于配得上八千万片酬了 网友神回复戳心 你们是怎么看的 赶紧评论留言吧 对于杨颖学会心技能